像山又不像山,像宇宙也不像宇宙 但是鲜艳多彩又流线的各式形状 构成一幅幅令人惊艳的作品 这是近年来在欧美非常流行的一项艺术创作 叫做流动画 主要是运用压克力颜料加入流动液 将颜色倒在画板上让颜色互相碰撞 就完成一幅幅独一无二的流体创作 布立基隆医院一楼院使艺文走廊 目前正在展出台北荣民总医院流动画社员创作的流动画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流动画是近几年来欧美非常流行的一种画作和特殊流动 还是用压克力颜料还有流动的页线 那就让这个画作自然流动作品都是同一样 那画画我想是我们某个人的演书期来的一个本 那尤其那个流动画它是一种梳花 一种记忆 一种能被情感的流动 那也因为它这个自然流动的性质让我们跳过一般我们宿客的这种既定的方向 它可以自我们高费 然后也因为它的流动性质让我们的艺术整天有无限的想象 我们上次来扩展的感动 有一个在这里的部分小弟的小女生 他一路走来解释了我们每一幅话 你们要记错 人家看的话的时候要横着看 斜着看甚至还要倒着看 因为要让我们觉得是说 我们的人生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发生都是最重要的 在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亲自主持 以及秘书李林美陪同下 名为字役流动探索彩绘的流动画展节目 院长林三琦也特地颁证感谢状 感谢台北荣民总医院流动画社指导老师王美玲 带着师生的作品 前来基隆医院院士一文走廊展出 增添艺术光彩 也让看话的人体悟到人生的多样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